娱乐周到无需客套,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赌王何鸿燊去世后,一场热播近50年的顶级豪门男主真人秀终于落幕 人走了茶未凉,关于赌王家族每次零星传出一些志愿片语都会引起很大震动 今年初,赌王二太也随他而去,赌王最爱的女儿形容憔悴,家族事业风雨飘摇,百年根基摇摇欲坠 这场真人秀的悲情和戏剧化程度逐格拉满 最近更有传闻称,赌王二房唯一的儿子何游龙不是二太蓝琼英轻生 和何超琼根本不是异母同胞,戏码又迎来新高潮 没记错的话,赌王家已经有三个孩子被怀疑是赌王和其他女子所生 去母留子女放在别的太太名下抚养 这赌王家真是源源不断的八卦素材库啊 何游龙绅士这事呢,传闻言之早早拿出几点依据 第一,何游龙和四个姐姐关系不好,证据如下 一,2009年,何游龙幸好天地开业,二房四个女儿都没出现 二,2015年新豪影会开业,二房姐姐依旧没来 何游龙却请来了四泰莲旗和四房长女何超莹 第二,何游龙的身世有问题,是何氏家族内部传出来的消息 可信度极高 第三,何游龙的新豪和家族里其他产业是完全分开的 这就说明何家防着何游龙 提出这三点疑点的朋友们,其实很有想象力,也深得阴谋论精髓 但是,如果你了解豪门的运作模式和他们所持有的资源及高度视野 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依据不值一博 千亿豪门,百年基业,数大根深,搞钱是唯一的底层逻辑 豪门之所以能攒下万贯家财,利于不败之地 是因为在搞钱这个目标上,家族成员们有着空前的默契和决心 近日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当一日老实的西梦瑶 靠一个温馨小故事冲上了热搜 导演问他,你能分享一个你老公做家务的小故事吗 西梦瑶歪着脑袋想了想 有一天我非常不舒服 我问他,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帮我把中药热给我 何游君一口答应,马上就去了 中药热好之后,西梦瑶左喝右喝都喝不完 感觉比平时量大很多 他问何游君,你是怎么热中药的 何游君回答,不就是在里面加点热水吗 怎么讲呢,都是董家的儿子 这种无语的事就不会发生在何游龙身上 何游龙从小就很独立,世事亲力亲为 但你说他和姐姐关系不好,又不尽然 何游龙的童年生于富贵,长于忧患 他出生于1977年 当时他的母亲蓝穷英,胜倦正农 但有正姑娘娘在,蓝穷英就是妾 再得宠也无非是华妃,让穿红不让着虑 何游龙四岁,长房大哥在里斯本因车祸去世 家中乱作一团 何游龙八岁,父亲正式宣布 纳大房看护,陈婉珍为三姨态 800万买下潜水湾豪宅 65岁老父亲,竟还要继续开支散业 何游龙九岁,刚刚迎娶三姨态的父亲 又在舞会和一年亲女子义武定情 年幼的何游龙正处于刚刚懂的一些事情 又不太清楚各种逻辑的年龄 姐姐们当时多半已经成年离家求学 只有她天天跟母亲待在一起 单纯地见证了母亲的种种喜怒哀乐 情绪波动 从小她就对于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 充满清醒的危机感 在外面,当时的留学生在洋人世界步步维艰 据说何游龙是没有朋友的 百人同学在以欺负和挑衅 当地居民疯狂歧视和仇富 何游龙唯一的安慰就是她后来相守一生的 唯他奶孙女罗秀英 连而相似的故土,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家庭,相似的处境 何游龙对罗秀英的感情之深 几乎是她亲密世界里唯一的光 从很小很小,她就懂得低调及明哲保身 不能说何游龙和姐姐们感情不佳 而是豪门里的姐弟兄妹们 彼此之间竞争关系都与手足之情 何游龙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毕业 与包姐何超雄一样 在投资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 了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 之后她试着进入互联网领域 却正好碰上互联网泡沫破灭 2000年底,年纪24岁的何游龙 迎娶维他奶乘识人罗贵祥孙女 罗秀英未妻 年纪80的何鸿燊评价这桩婚事 令她老怀胜味 这场婚礼来给何游龙当弟兄帮忙的是许金亨 当时他和何超雄已经在离婚边缘分居多年 但他依旧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你说何超雄和何游龙关系不好 何游龙不是二太轻生 这怎么都说不过去 至于传闻中举例的两场新豪国际大事件 四方没有人参加 更多是出于做新闻的需要 何游龙和富二代们不同 他做事讲究看整个局面 为人低调谦逊 重视实感 也没染上很多富家子弟的玩乐习气 平日里何游龙破花心思 钻研生意经 2015年新豪影会开业 这是何游龙商业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何游龙看得很重 开业典礼上 何游龙的四个姐姐一个没来 连岐却带着何超银大驾光临 何游龙给足四太面子 让他们母女第一组走红毯 美光灯夸夸闪 梁安琪非常开心 之后媒体又抓住这个点大肆报道 全澳门都知道了 何游龙又开新酒店 文章做足又和梁安琪搞好了关系 对于何游龙来说 二房四房水火不容 姐姐们是绝对会支持她的 反而拿下梁安琪更重要 一个小小细节的安排 就已经把何游龙的智慧给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这智商情商和社交手腕都无敌 活该她有钱 而何游龙的私生子传闻 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呢 请看下去 2020年赌王葬礼上 香港老牌女星黄夏慧突然出现 黄夏慧特别的外形 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黄夏慧透露自己是何鸿燊老熟人 所以她连续两天来祭拜故人 黄夏慧年轻时候非常漂亮 她的先生胡百全是何生老友 她通过自己老公认识了何鸿燊 黄夏慧之前还透露过 何游龙不是二太亲生的 讲完她又赶紧撇亲 我是听麦顺明说的 这个消息传出来后 八卦们惊呆了 堂堂赌王竟有那么多女人不敢娶回家 这算不算家有汉妻 这个版本里何游龙的生母 是一位叫钟玲玲的六十年代著名女星 之所以和她扯上关系 是因为钟玲玲在最红的时候移民加拿大 何游龙结婚那年 钟玲玲又重新从加拿大搬回香港居住 传闻说她是去加拿大生了孩子 后来为了离孩子近一点又搬回来 可是齐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任何媒体 拍到过何游龙和这位钟玲玲女士有互动 钟玲玲移民时 先生是著名作曲家鲍比达 1971年 钟玲玲再婚 嫁给古董商张嘉玲 都是有名有姓的人 钟玲玲生了堵王的孩子 这些男人会干 真的谢了 再说说黄夏慧提到的麦顺明 麦顺明在堵王家族里算是个败家子 他的母亲是堵王孢妹石姑娘何婉琪 他的生父却是何婉琪堂弟何红章 尴尬 麦顺明是母亲和其他男人不伦生下的孩子 从小麦顺明在家里的地位就很怪异 他名义上的父亲是药剂师麦志伟 麦志伟知道麦顺明不是自己的孩子 对他态度冷淡 而何婉琪呢 因为麦顺明是自己和心上人所生 对麦顺明万般宠爱 麦顺明还有个妹妹叫麦慧玉 也是何婉琪和堂弟不伦之女 但何婉琪只爱儿子麦顺明 麦慧玉曾亲口描述过妈妈的偏心 阿妈最疼哥哥 他每天都有新鲜的吃食 我没有份 分铅笔 哥哥有十只 姐姐麦慧真有五只 哥哥麦加薪有两只 我一只都没有 这麦顺明成年后烂赌成性 赌债都是成百上千万的钱 何婉琪多次向哥哥掉头寸 去填麦顺明的烂摊子 2002年 何婉琪又一次因为麦顺明和哥哥大闹 且告上法庭 原因还是为了钱 麦顺明的身世丑闻不得已就此公开 麦顺明改名何东顺明 却因为不成器得不到亲爹的认可 何鸿章不待见麦顺明 到公开说他抛妻弃子 不务正业 甚至否认他是自己的亲生子 说连DNA都没验过 怎么能随便乱认亲 麦顺明就是这么一个赌徒 在家族内部完全没有公信力 信口胡言的家伙 更何况他当时只是说 手上握有何鸿燊家族一个大秘密 他也从没说过 这个秘密就是何游龙的身世之谜 就凭他一句话引起那么多猜测 实在是没有必要 至于传闻证据里 何游龙的辛豪和家族其他产业分开结算 这里面涉及辛豪国际几次股权架构更改的前因 讲解起来枯燥 总之和身世无关就是了 最直接的证据 这次赌牌争夺战 何超穷何超凤加上何游龙 四泰两棋一起登场 不争产的时候 二三四房之间一起吃个饭 参加个活动都是平常事 何游龙和姐姐们互动少 纯粹就是因为他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和自己的小家 何游龙结婚22年 至今何太太罗秀英依旧恩爱如初 应酬场合都是夫唱妇随 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就是罗秀英的提包小跟班 提起老婆 他总是一脸感激 还好当时有秀英在身边支持我 那时候一直被人踩 要是没有他 我肯定冲不下去 这种富豪圈清流 不炫富 不夸张 不重男轻女 不水性洋花的男人 真的没什么好黑的 五千亿富豪长子低调如此 是家族的福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